前段是找了一台这台非凡F7 我们一起看看它的驾驶感受 那在静态方面 这台非凡F7表现出来了非常极致的舒适化 不管是它的座椅 还是整个座舱内部的这种豪华质感 都是非常越级的一种体现 我觉得舒适两个字 算是非凡F7的一个标签 然而当我们把车开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似乎非凡想要带给用户的 并不仅仅是舒适 在动力的畅快或者这种驾驶乐趣方面 它也想给到用户更多的一种感受 比如说在动力系统方面 这台非凡F7全系都配备了一台 最大功率250千瓦 峰值扭矩450牛米的厚电机 这就会使得它哪怕是后驱版的车型 也能够做到5.7秒的零百的加速时间 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动力已经非常够用了 而我们这次试到的四驱版的车型 又在前轴上加了一个最大功率150千瓦的电机 也因此这台车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 直接做到了3.7秒 可以说放在30万元价位 性能也是这台非凡F7一个非常长驻的地方 但似乎这样的一个配置和它标榜的舒适又有点相违背 不过开过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的整个一个调教 它更像是一种行政级轿车的感觉 就是它不会让你一开起来就觉得是那种很猛 很激起你驾驶欲望的一种调教风格 依旧是非常的沉稳 非常的顺畅 就甚至说我开了这台车有大概30分钟左右 我本以为我们这次试下的是一个后驱版 结果教练告诉我们 我这台车是一个四驱版 就因为它确实在我们开起来之后 完全没有很突兀的感觉 整个油门踏板的初段也是相对比较柔和的 非常的容易控制 但当我们身踩之后 你又会能够感受到那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感受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充沛 如果说类比到传统燃油车 它的这种加速感受就真的是很像那些V8 V10的这种 豪华的行政级轿车所应有的一种加速特性 而为了去适配这样的一个动力性能 它也是为我们配备了Brambo的刹车卡钱 那跑得快当然也得刹得住 所以说这台车不仅是有舒适的一面 其实你偶尔想要去更加运动化 更加激进化的去驾驶 那这台车也绝对能够满足到你 其次让我比较惊喜的是在于这台车的底盘的感觉 它其实在整个悬挂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细节的设计的 比如说它是采用了耶压的衬套 那在面对那些路面上的大的冲击 或者说这种经过大的勾砍的时候 能够明显感觉其实它的化解能力还是挺强的 极限是比较高的 那尤其相比起传统的这种橡胶的衬套 它的整个悬挂阻尼的效果能够提升50% 从而带来更好的阻尼特性 也就会带来更高级的一种驾驶感受 但也必须要承认就是它这套悬挂 还是能够去感知到一些路面上的信息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和那些大概50万左右 带有空气悬挂的车型去对比的话 那可能它的驾驶感受还没有做到那么极致的舒适 那另外就是这台车给我非常惊喜的 就是在于这台车的NVH的控制 确实是非常的静谧 因为这台车首先从轮胎方面 它就是采用了米其林的PS4EV 那一个比较软性的材质 不仅说是带来更加舒适的加乘体验 而且在静谧性的表现上确实是非常不错 即使说跑到80公里每小时左右 也不会感觉有明显的路灶 而至于整个风子 它就有更加细致的钻研了 那首先它会进行了大量的这种风动的测试 然后优化整个车身的设计 从根本上去减少车辆的风阻的产生 那因此这台车其实它的风阻系数 仅为0.206CD值 那有了低风阻 那车辆的风噪自然也就小了很多 同时对于纯电车型来说 也能让它有一个更好的能耗表现 包括说它车身上配备的10块玻璃 不管是前风挡或者是天幕 包括说这个车窗 甚至说这种小的三角窗 都是采用了双层玻璃 那车辆开起来足够安静 自然也就有了这种非常高级的驾驶感受 那配合上它这个拔合座舱 非常优秀的一套音响系统 这台车开起来 如果你放起来歌 那真的是非常享受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从综合产品里来讲 这台非凡IFC 它绝对能够符合一个消费者 对于35万机纯电智能轿车的全部期待 尤其是在舒适性方面 这台车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所以说它真的是需要你亲自到店里 去试一试做一做开一开的车型 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优势和魅力 当然就像在动态的时候 我们也说了 这台车除了有极致舒适性的一面 那非凡F7 其实还想为它注入一些运动和驾驶的乐趣 那比如说它有这个四驱 Brambo的卡钱 带来了非常的一个高性能的表现 但是呢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既然它的整个座舱 已经做到了如此的豪华和舒适 那不如就把前电机的成本 加上这个Brambo卡钱的成本 给我换一套空气悬挂 让这台车的整体舒适性 行驶品质 包括这种高级感 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越级的提升 那这样的话 它的整个舒适豪华的标签 就能绝对的打响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也会更具有一些吸引力 那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想要一套四驱兼顾这种高性能 还是说想要极致的舒适和豪华感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